2月29号 沈阳广电跨年立作《中国一日美好小康》大型电视纪录片 正式登陆沈阳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沈阳广电组织20多路全媒体记者从沈阳出发 跟随作家走进全国重点扶贫地区深入生活实地采访 记录下脱贫攻坚的艰辛历程 用镜头展现建成小康的精彩故事 大家都知道其实那个纪录片的风格一般来说是客观那种纪录 而我们这次是依托我们8个小时的这种大体量素材的这种直播的这种马流的这种信号 那它其实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很真实地记录了当天我们随作家走进故事 走进21个点位的方方面面的这样温暖人心的这样的故事 所以我们也是一次采集多种生成 然后最后把21个点位的这个故事都以计时的这样的方式 以纪录片的这样的一种形式来展现给观众 那我们也希望这个三天的这种饕贴盛宴这样一种方式 然后呈现出更多的关于小康的故事 关于我们美好生活的故事 2020年11月21日水扬广播电视台大胆创意主动策划 积极联动全国百家媒体 与中国作家协会联动策划开展 2020中国一日美好小康 随作家走进故事大型全媒直播活动 以中国作协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作品为依托 借助作家的视角带领观众回到湖南十八栋村等创作地 体验全国二十余处实现脱贫地区 在11月21日普通一天里的百姓生活 在所有的故事里让我觉得特别感动的 还有来自湘西十八栋村的故事 不仅是那里的村民很让人感动 而且写这本书的作者 他的故事也很让人感动 他叫李迪是一个老爷子 但是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 他就不幸患病了 然后这本书还没有写完 他就已经不幸离世了 当我们的记者去到十八栋村 问起当地的村民 说你们记不记得有这样一个作家来过的时候 当地所有的村民都说 我当然记得了 当时那个老爷子就自己一个人 在我们的村子里住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他对我们家庭的了解 甚至比我们还知道的更多 这部电视纪录片带着浓浓的泥土气息 是从心间到田间的全景画卷 是精准扶贫 根植大地的民俗风景画 铁宁 王猛 莫言 李靖泽等 著名作家积极参与 浦存心 朗朗 王一梅 爱静 李玉刚 李子萌 李雪芹 霍尊等各界知名人士 纷纷发声 使这部电视纪录片增加了文学气和厚重感 可望《地址面破案》 《地址面》 对5小于晒布